所以做事于义 五体投地 你能够在心中能够做事于义 念念之间已然如是向佛发生 做事于义 那不是大智文书做事于义 那是你心中的大智文书做事于义 虽然你不见得一定能现前正得如是大智文书 但是你心中已然听到如是文书的文字 在你心中已然蒙现如是的根苗 那那个根 那个苗就是大智文书 所以你要随着大智文书的五体投地 你也要在那个根苗之中看到自己 像佛而白的五体投地 那法师讲那么复杂干什么 咱们复杂就叫做你的心境 你要看到任何文字时 你心中是念念以诀在应诀的 不要看到阿弥陀就是他指的来保护你的 拔击你的 那是以诀应诀 我心中没有真正正到无量光无量寿 我绝不去西方 你要有这种担当 因为你发的那一念才是到西方的那一念 因为你才是真正要正的无量光 就好像你真正是学习心的人 你若是不正道如实的智慧 你绝对不忘说有所得 那你这个心才是真正在智慧上增上的 才是真正在智慧上增上的 你不是说一个名字以后 你看到一个名字 你在心中就永远跟他盼向 你是你 我是我 在大智度论里面 这个叫做什么 大智度论里说这个业感叫做自度众生见 你自己堕在众生想 你老是把圣人跟你隔楚排开 所以那叫可怜 那为什么会在一切想中会这样自堕众生呢 因为你在一切应用当下 你就不是一个学者行者的心吗 学者跟行者的心 赌一段文字 他就会把他自然而然在学者的灵世之中 他自然会把这个文字圣人的作用启发在心 这个叫学者 这个叫行者 既然启发在心 所以文书的五体投地就是你五体投地时 你要看到心体的那种担当时 所以五体投地在哪里说五体投地 在信进念定会说五体 信为首 就是头 信为首 这个《华言经》一切实信菩萨 就是以种种首为的菩萨来成名 信为首 敬念为双手 定会表双足 因为双手有长持相 有现在的所长所持 所以敬跟念就是现在的增上 不断的进进 正念 那都是现在所长持的 双足虽然有行持相 但是足还有一个什么意思 足还叫做圆满 具足相 叫双足 所以定会表示具足圆满 叫双足 你念念之间为什么要这样子表 五体 事实上你要去顶礼佛时 你五体投地也是要这样子想的 就是你念念之间 你就像我们每次来顶礼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翻掌吗 大家都知道那叫接足力 都知道接足力 观想圣人的足踩在我们的手掌上 是不是 都是这样观想的 为什么要这样观想 因为圣人的足就是他所有一切行持的足迹 弟子的双掌 就是我现在念念心中所 心中所长持的愿力 我拿我弟子行持长持的愿力 要接圣人的足迹 叫接足力 你不是也是这样观想吗 你接的是谁 接的就是诸佛的定会 不是吗 你拿什么来接 拿一个行者现在的敬念来接的 不是吗 在这些法中 你以什么为首 以信为首不是吗 那叫五体 就是五体头地 所以你念念做官 像我们丁礼也是要这样做官 不是只是观想说 圣人的脚踩在我手掌上 你小心要发言 要贴点撒龙趴死 不是那样想 那是要想说圣者的足迹 我永远在我心中赤成的掌持之中 念念接掌 念念成熟 那叫接足力 那是接足力 所以这才叫做五体头地 如是三寝 终而复食 三 是符合于陈述 陈之在三 所以一切法中都是三 这里已经讲过好几次 不必更说 三寝 寝就是要扣 要寄扣心机 心中的激发 寄扣心机 这才叫情 你念念之间 知道要成 在体相用 在一切法中 在根本的佛法身的理尽 在体相用的担当 在现在念念之间 这个心中初中后 里面念念的觉察 清清楚楚 然后念念看到 寇相如是心中的激发 叫寇请心机 中而复食表什么 表这个声音 这个愿力 根本不退骨 永不退尸骨 叫中而复食 为什么这个愿力 永不退尸 因为决心永不退尸 所以愿力永不退尸 你已经在决心上看 这个愿 所以愿力就永不退尸 因为决心就是在一切法中 它中而复食 念头现前处 就念头灭处 就是决心起处 中而复食 所以一切念头 一切决心 哪个不是用念头 赤心不断地 就是什么 都是在圆满 种种决心的 庄严 决心的坐持 所以叫补处 那补处是什么意思 补处就是中而复食 就念念 能够为你呈现 叫中而复食 那既然你的愿力 你的大致 大致是看到决心上发的 所以决心能中而复食 你如是愿力 如是寇寝 依然中而复食 为什么 因为决心就在 中中念头中中而复食 你的智慧就在 念头的中而复食上 照查到你的决心 所以都叫中而复食 所以表示 那个心中 已然知道 念念都在大绝体上参 那才是真正 叫做顶礼佛足 那才是真正 五体投地 好 休息一时分